2018年,是中国航空航天蓬勃向上的一年,在这一年里,北德卫星平平上天,快速在太空部署下一张大网,它精准好用,获得了全世界的称赞,未来有望去带GPS。 中海航展上,歼20首次以编队方式出场,大大方方为全世界亮相了弹舱,也是在中海航展上,安装了十辆发动机的歼10战斗机,在空中,为大家表演了落叶飘,眼睛射击动等高难度动作,赢得满航客彩。 很多人都不知道,中国航空航天领域,能取得如此漂亮的成就,完全来自于中国一所大学毕业的人才之首。 这所大学名称不如北大清华,却为中国国防撑起了一片天,它就是西北工业大学,西北工业大学走出了哪些人才,成为中国航空航天国防力量呢? 今天就让为大家介绍其中一些吧。 1. 肩负,2. 是何肖龙战斗机的总设计师,杨伟,要说起中国最有名的战斗机,非兼二十莫属。 研制兼二十战斗机的总设计师是杨伟,杨伟1978年初中毕业,因成绩优秀,但一分之差和北大清华师之交臂,最中西北工业大学的教授慧眼诗人,破格法大录取。 杨伟22岁硕士毕业后进入成飞,先后担任了兼十副总设计师,跟着兼十总设计师宋文聪一起共事,巧的是,宋文聪也是杨伟的校友,都是西北工业大学毕业的。 后来,杨伟可以独当一面,担当了小龙战斗机的总设计师,阿铁兄弟赞叹这战机性能不错,有了这份成就后,杨伟就担当兼二十总设计师。 他大胆创新,首次任五代计采用压式布局,成为中国空军医保力检,贫美美国的F22,兼轰7A核运20的总设计师唐长宏。 有意思的是,唐长宏是睡在杨伟上赴的同学,他大学毕业后去了航空工业第一研究院,承担研制中国新型尖机轰炸机,尖轰7战斗机横空出世,最大航程3800公里,最大载重量有对,可携带28种以上武器,是中国海军反舰力量。 2018年国际飞飞标大赛中,塔利亚俄罗斯的苏24核,苏34战斗轰炸机,成为第一名唐长宏设计的运20是中国空军最大的运输机。 它的诞生结束了中国空军没有国产大型军用运输机的历史,以前用的是俄罗斯二手运输机1276,数量少,还远远无法满足需求。 现在月20已经开始挑起大梁,为中国国防贡献力量。 三、歼15舰载机副总设计师赵霞,长期以来,研制武器领域,一直是男人的天下,前有女人研制武器,赵霞是中国航空设计领域,中唯一女副总设计师。 但中国有了辽宏计后,西方认为中国造不出借载机,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的赵霞,在省为拼命工作,每日每夜研发建载机,最终歼15代生后,狠狠打了西方一连。 这是中国的骄傲,西北工业大学还有很多校友也是很厉害的,像被等微星发射的中国首位女指挥员张若红,空警零下2000组设计师李守则,空警到500总师欧阳少修等等,都是西北工业大学的。 总的来说,这所大学最了不起,为中国狂返航空战器,堪称战绩人才摇篮,北大清华不是他的对手。 有人总结了一句话,西工大培养出来的,才是中国人才精英,北京培养出来的是美帝人才精英。 大家说对吗?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